5月10月是母亲节,不少明星都在网上晒出与妈妈的合照庆祝,而这天对张子怡来说更加特别,因为今天恰好是她与王峰结婚五周年纪念日,也是她生下二胎后的首个母亲节, 所以她还感慨写道,结婚纪念日和母亲节在一间,我是有多幸福,谢谢老公和孩子们,感恩,爱情与亲情一直守护着我们。 照片中,张子怡发着高丸子头,化着淡妆,身穿铁色薄纱小纱,搭配破洞牛仔裤,弹腿坐在地上,新手身材一览无余,看得出来,她产后恢复得相当不错呢。 她还将手带在老公肩上,满脸对象幸福铺满屏,无名之婚戒超级热眼。 一旁的王峰一席黑色修旋装扮坐在老婆身边,露出和张子怡同款笑容幸福满意。 夫妻俩即便已经结婚五年,而且已约有两个孩子,但甜蜜季儿依得不紧呀,恩爱模样献上好人。 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,张子怡和王峰,都还是三口之家,大。 家对张子怡是否怀孕,也还处在猜测阶段。 除今一年过去,夫妻俩已经顺利迎来了儿子。 其实,张子怡和王峰结婚,至今秀恩爱的次数屈指可数,除了在结婚纪念日这样特殊的日子撒糖外,几乎很难看到夫妻俩合体放闪。 今年一月一日,张子怡顶着高龄顺利为王峰当下儿子撑成好字,三口之家升级为四口之家,幸福也是加倍的节奏。 有了儿子后,张子怡也彻底抛开巨星光环变身为全职妈妈,儿子大大小小的事情,几乎都会去历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